我身旁的这张图片当中呢 黑鹰直升机正在喷洒的是被称为成绩的强效除草剂 照片拍摄于上世纪的60至70年代美国越南战争期间 这些被广泛喷洒的成绩在之后的40多年中一害无穷 不仅造成了土壤水体等生态污染 还造成了各种疾病和严重的出生缺陷 今年是美国和越南联合清除成绩污染的第五个年头 前不久美国和越南成绩二俄英联合咨询委员会召开了第七届年会 越南政府在会上表示2016年以前越南将基本清除成绩的污染 美国和越南成绩二俄英联合咨询委员会表示 目前美越两国科学家已经认定了28个成绩污染严重的地区 2011年美越两国共投入9100万美元 在越南、县岗市、边河市和富吉区等成绩重点污染严重地区 开展清污工作 今年年初美国向越南提供了4100万美元用于清除成绩污染 越南的成绩污染始于1961年开始的越南战争 当时越南游击队借助茂密丛名的掩护 频繁袭击美军部队 并在丛林中开辟了沟通南北的吴志明小道 为了改变局部地区的被动局面 铲除视觉障碍 美国空军实施了牧场行动计划 共出动1万多架次飞机 喷洒了8000多万声落叶型除草剂 清除了遮天蔽日的树木 这些除草剂通常储存在一种橙色的桶里 因此被称为橙剂 成绩中含有毒性很强的四律代本和二二因 它的化学性质非常稳定 经过很多年都难于降解 能通过食物链在自然界循环 遗害范围广泛 目前成绩中的二二婴与癌症 白血病 神经紊乱 孕妇流产 以及胎儿畸形之间的密切关系 已经得到了证实 而根据战后的调查 遭到成绩喷洒的越南村庄 达3181个 受到污染的百姓多达400余万人 越战后成绩后遗症逐渐显现 成绩中所含的二二婴 严重影响着人的生育和遗传基因 越南很多地方许多婴儿一出生 便天生的畸形 受成绩影响 而有出生缺陷的孩子 在越南有三万多名 躺在床上的女孩叫陈氏英璇 她不会说话 不能走路 表情空洞 从出生那天开始 她已经在这张床上躺了26年 除了睁着眼睛四处张望 陈氏英璇对外界没有任何感知 甚至无力驱赶一只小猫 陈氏英璇出生时就带着严重的缺陷 最后她被确认为成绩患者 很多像陈氏英璇一样的孩子出生后 就被父母遗弃了 在越南很多机构在收留照顾这样的孩子 胡志明市的和平村就生活着50多个孩子 其中一部分是成绩患者 他们也是孤儿 河内的友谊村也是养育照顾 救助成绩患童的机构 去社会训绥和平村的海洋 学生影响得多一种 也不是大部分大家 就是孩子的 所以我们把孩子来分类 然后帮助他们来教育 学学生 时学生 学生 来康 做剧� кв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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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